哈囉大家好,我是阿琪 沒錯,今天我們來講剩下的11隻插手 我知道大家都等很久了喔 那我們事不宜遲話不多說,馬上立刻直接開始上課 小丑 我沒有稱作胖叔叔,但我都叫做小丑 能力為毒物,可以消耗代幣丟出毒藥品 平時找到建築物或是人類都會直接破掉,散開毒物 只要逃生者接觸到毒物都會獲得視野混濫以及緩速的效果 預設毒藥品為4品,可以重新按Ctrl補充毒藥品到上限 簡單講就是丟出毒藥品然後緩速攻擊敵人 也因為這樣的形態讓小丑偏向追逐類型的殺手 但這毒物不像醫生一樣可以中斷動作,純粹只是遮蔽視野和緩速 所以在追輪上壓力沒有其他追逐型的殺手來的大,本身也沒有趕路能力 種種因素下小丑處在一個很尷尬的地位 我個人是覺得是所有殺手強度最弱 但本身玩法簡單,上手也沒什麼難度 想嘗試一些其他左路鬼的也能嘗試看看小丑 目前版本為4.4.2,小丑預計在4.5.0做出更洞 這邊我就不提更洞內容了,有興趣可以看我的測試服的影片 大家還是可以觀望一下更洞後的強度喔 願靈 殺手中的顏值擔當,只要有護士在就是萬年老二的殺手 能力為菱形 願靈可以進入靈界 進入靈界時移動速度提升 但是無法看到氣場與逃生者本身 只能看到跑步的痕跡 逃生者也是沒辦法看到願靈的 出靈界時會有額外的跑速加成持續0.5秒 願靈的能力使他有著強力的追逐與感傷能力 也因為本身跑速較慢,靈活且準確的使用能力是必須的 玩法是屬於追逐並滾雪球類型的強力殺手 在追逐上需要大量去揣摩人類可能會走的路線 以及利用聲音或草的擺動去判斷 算是需要經驗慢慢去累積的一隻殺手 上手要求比護士還要低 但強度卻不亞於護士 很多玩家都會比起使用護士更傾向選擇使用怨靈 配上冥傳這個技能更是讓逃生者沒有反手之力阿 只要你的聲音被我大怨靈聽到 那你就是我下一個刀下亡魂 軍團 官方親兒子 明明趕了超多刀更動超多次 但造型還是一大堆 能力為殺手狂熱 開啟能力時會提高移動速度 心跳增加8米,視野放大15度 還可以快速翻越窗或和板子 攻擊還會附上深度傷口的狀態 若是攻擊到沒有深度傷口狀態的逃生者 會恢復滿能量條並且快速插刀 但如果攻擊到有深度傷口狀態的逃生者 或是會控刀,則會疲勞4秒 簡單講開能力就像是嗑藥一樣阿 整個人的身體能力大幅提升 可以連續攻擊多位逃生者 但無法將其放倒 需要放倒逃生者則需要關閉能力 再用正常手段將其放倒 也因為這樣可以快速上刀連打 且具有感染能力的這種特性 使這位殺手的打法偏向干擾控機型 利用能力快速上刀 讓場上的逃生者都陷入受傷狀態 搭配上死亡恐懼去拖延修肌節奏 最後抓著人類的食物將其放倒 帶其節奏 算是相對其他追逐或是偷襲類型的殺手 軍團的玩法更加不同 需要一定的走入鬼技術 且還要對當局的局勢有足夠的判斷 說是這麼說啦 但我很推薦新手遊玩這隻殺手 可以慢慢先從能力上刀到慢慢訓練追人 最後則是總體大局關的練習 強度不強但是遊玩爽度很好的一隻殺手 也是我個人偏喜歡玩的一隻角色 瘟疫 又稱作阿薩婆妹 我個人都叫做瘟疫啦 專請人家吃綠豆湯紅豆湯的熱心大姐姐 能力為骯髒傾瀉 蓄力充能將可以吐出綠水 綠水可以感染到地圖上的物件與人類 碰觸到感染物件或是直接接觸到綠水 則會受到感染 受感染的逃生者感染值會慢慢的上升 感染值達到滿時則會獲得不治的狀態 並且不斷嘔吐 同時本身也具有傳染力 此時需要和場上的洗手台進行互動 才能從不治狀態恢復到的健康狀態 互動過後的洗手台則會污染成洪水台 瘟疫可以吸收場上的洪水台 使能力轉換成腐爛傾瀉 蓄力充能將可以吐出洪水 此時吐出的洪水沒有傳染力但具有傷害性 接觸到的討生者則會立即受到傷害 洪水持續時間基礎60秒 時間到後會恢復成濾水狀態 遊戲開始時會固定生成一座被感染的洪水台 瘟疫的打法偏向前期利用濾水去干擾和追逐 來漸漸打出優勢 逼人類必須與洗手台進行互動 正正強大的時期是中期連續利用 從水的強大放導能力來達成連鎖擊倒 將整個優勢拉大 擁有洪水的瘟疫 放導能力可以說是強化版的兔媽啊 且跑速還是固定115的情況下 沒有幾個人類能夠生存下來 講起來好像很強 但其實這個能力相當被動 必須依靠人類主動和洗手台進行互動 但如果人類不互動 你就只是一個115跑速的殺手 對上全部都半血不治的逃生者 本身身材與心跳都還是正常的情況下 追逐下來會吃很多的基本功 所以更多的人類遇到瘟疫 反而會選擇前期不喝水速修 等到後期開門局時再一次性的喝水拯救隊友 這樣使得瘟疫反而不是那麼的強勢 這也是這殺手最大的缺點 鬼臉 DVD中跟賣賣 妖婆其名為三位最容易嚇到人之殺手喔 興趣是找人拍照 能力是夜幕降雷 透過開啟能力時會隱藏心跳的紅光 且會解鎖偷窺能力 偷窺會使逃生者身上的標記值慢慢提升 如果躲在掩體後還可以側身偷窺 側身偷窺的標記速度為兩倍 標記值滿時人類會獲得致死的狀態 被鬼臉攻擊則會馬上放到 但鬼臉開啟夜幕時也會被人類識破 只要人類視角中央畫面盯著鬼臉的超過20%的身體 持續1.5秒就會識破鬼臉的夜幕 鬼臉會強迫關閉能力並且進入冷卻 冷卻時間為30秒 鬼臉還可以隨時利用Ctrl鍵進行快速的蹲下隱藏自己的身形 相較於前面的麥麥、小豬 鬼臉可以說是完完全全偷襲類型的殺手 麥麥可以透過吸取惡意值強化自身的身體能力 小豬則可以依靠頭套去拖時間 但鬼臉則是完全依賴偷襲與標記逃生者去打節奏 這樣的打法使得鬼臉要懂得走人類視野的視角 且巧妙利用能力接近逃生者 新手在遊玩時很有可能常常偷襲不成功 或是各種被人類發現 但只要多參加利用建築地形 以及鬼臉可以蹲下隱藏自身的特性 往往就能夠做到偷襲的動作 尤其是標記值這樣的設定 鬼臉可以搶先標記一些想要打的目標 下次見面時直接賦予自食狀態 直接一刀砍死 這也是鬼臉常見的用來打節奏的玩法 喜歡玩潛行、偷襲類型的殺手 鬼臉將會是你的不二選擇 魔神 我都叫做花花 吵死人不吵命的DVD小寵物 第一個能力是來自深淵 花花可以按下Ctrl在地面上設置蟲洞 設置好的蟲洞會變成某一處的傳送站 花花可以站在蟲洞上選擇想要穿越過去的其他蟲洞 長按Ctrl就會穿越到指定的地點 穿越成功後會賦予隱身效果2秒 穿越過後的蟲洞則會變成啟動狀態 人類可以拆除啟動狀態下的蟲洞 但花花也能夠透過按下右鍵 增車到任何正在蟲洞附近的人類 人類正在拆除蟲洞時會賦予渾然不絕的效果 是無法感受到心跳的 花花內建有6個基礎蟲洞代幣可以設置 花花第二個能力鋪擊 按下右鍵蓄力後按下左鍵向前鋪擊 攻擊任何在路徑上的逃生者 此攻擊為能力攻擊 鋪擊的距離取決於蓄力時間的長短 鋪擊攻擊可以快速破壞蓋下的木板以及木門 簡單講就是有傳送功能以及往前鋪擊 這兩下能力使花花有著不錯的抓人能力與感傷能力 但是蟲洞強大歸強大卻還是會被人類方拆掉 相較於弗萊迪的傳送多了一點點的不穩定性 鋪擊的攻擊雖然穩定且好上刀 但不像兔子或瘟疫一樣那些無視窗板的攻擊 再加上本身又有正強的心跳以及極大的腳步聲 使得這位殺手介於比較尷尬的窘境 玩法偏向追逐滾節奏類型的殺手 後期也可以利用蟲洞來控制節奏 是屬於中規中矩的一隻殺手 缺點就真的是太吵了 很多玩家真的都受不了他那麼大聲喔 鬼武者殺手 我沒有稱作偶逆或偶逆獎 是零的老祖宗 都是同為三岡家的啦 能力為鮮血狂怒 偶逆可以透過攻擊滿血的逃生者 或是右鍵吸收受傷逃生者流下來的血球 來慢慢累積狂怒值 狂怒值滿之後就可以按下Ctrl掏出你的大棒棒 進入狂怒模式時 狂怒模式下右鍵可以使用魔鬼衝刺 可以以快速衝刺且控制左右橫向移動 左鍵呢則是魔鬼攻擊 舉起大棒棒向前方敲下 任何被攻擊到的逃生者都會直接倒地 魔鬼攻擊也可以快速破壞蓋下的木板以及木門 魔鬼衝刺的過程中也可以按下左鍵使用魔鬼攻擊 這樣的操作使得偶逆的攻擊距離可以變長 能量沒了之後會恢復到正常狀態 需要重新累積狂怒值才可以再次使用 狂怒值滿之前 偶逆是一隻正常跑速且身材高大的白板走路鬼 但是一旦變身之後 其強大的放倒能力與感傷能力 將足以一次扭轉這個賽局 是DVD裡最巨爆發性的殺手 很常看到高手玩家 在一次狂怒值中連續放倒好幾位人類 也由於變身前後有著太大的差異 偶逆變身前有一小段的空窗期 人類大多對付偶逆會選擇較為保守的打法 與其受傷給予ONI有機會強化 還不如消耗廠商的資源 爭取時間給隊友修理發電機 這是很常見的打法 所以ONI的玩法會偏向前期控節奏 想辦法打出滿路 中後期則是利用強力的追擊能力 連續重創逃生者拉回節奏 是一隻很講究規劃與操作的殺手 很推薦給喜歡玩這種後期大爆發 但又有一點吃招作的玩家嘗試看看 死亡槍手 我們又稱槍哥槍爹 興趣是槍射得出去 忍辣的回來 槍爹發大才 能力是救贖者 槍爹可以使用右鍵瞄準 搭配左鍵進行射擊 槍爹會射出最大距離18米的魚叉 任何被魚叉攻擊到的逃生者 則會被牽制 此時槍爹可以按下右鍵 將他拖動回來 將逃生者拖動回來之後 槍爹可以左鍵進行攻擊 此時的攻擊會賦予深度傷口的狀態 過程中 逃生者可以掙扎 若是掙扎度滿時 則會掙脫魚叉 並且賦予深度傷口的狀態 槍爹則會進入暈眩4秒 每次射擊完 槍爹都需要進行一次換彈 才可以做下一次的射擊 槍爹就真的是帶一把槍 來到DVD這個世界了 這位殺手的打法就是 精準的射到人類 拖拉到面前進行攻擊 靈衛槍爹的跑速較慢 所以相當仰賴射擊的精準度 相較於兔媽可以連續攻擊 槍爹的動作較為繁瑣 且每次射擊都還需要換彈 但其射擊的穩定度以及速度感 深受許多喜歡射擊遊戲的玩家喜愛 拿著一把改造長槍的帥氣設定 也讓許多玩家喜歡遊玩這隻殺手 打法偏向追逐滾節奏的類型 只要你射得夠準 就可以快速放到人類 並把節奏帶起來 喜歡射擊遊戲的玩家 槍爹是你的不二選擇 筷子手 我們都叫做三角頭啦 沒錯 他是那個遊戲過來搶飯碗的 好險他搶不贏護士啊 能力是審判儀式 三角頭可以使用右鍵將刀子插入 只能往前行走和小幅度轉彎 行走時會留下痕跡 當逃生者踩到這些痕跡 會觸發殺手直覺並附上折磨效果 如果三角頭放倒的人類身上帶有折磨效果 則三角頭可以對他進行審判儀式 將逃生者送入距離自己最遠距離的牢籠 此過程相當於掛勾一次 如果該玩家已經惡掛了 則審判儀式則會轉變成最終審判 直接對玩家進行斬殺 受折磨的逃生者則可以透過拯救其他在牢籠裡的隊友 來解除身上的折磨效果 三角頭將刀插入地板後 還可以搭配左鍵使用審判攻擊 對前方進行長條形的衝擊波 此衝擊波無視障礙物 且入境上的所有敵人造成傷害 三角頭是DVD第一個擁有獨特獻技系統的殺手 有比於直接抓人上鉤 三角頭牢籠明顯更高效率且強大 搭配上衝擊波抓人特性 讓三角頭屬於一種追逐滾節奏類型的殺手 送人進去牢籠不但可以防打頭 出來牢籠時也不會有時間、打頭等等的效果 讓三角頭在針對玩家上有強力之處 能夠防範這些強力技能真的太爽 如果人類打算跟你玩板區 請你不要吝嗇的一定要布下痕跡 讓他們早點得到折磨效果 滾雪球才滾得起來 至於衝擊波呢 攻擊需要一點預判以及練習 通常在板前和窗戶都可以試著插刀看看 只要人類有進行翻越動作 衝擊波九成都會中 牢籠時機使用得宜 衝擊波放的準確 我想整場的節奏都會很好的帶起來 而不是一面倒向人類那一方 哭魔阿 哈吉現在的真愛 人稱滴滴滴最鐵頭的阿公 哭阿 能力為衝刺 按下右鍵消耗代幣 哭魔會進行加速衝刺 如果撞到傷害物 哭魔可以再次消耗代幣繼續衝刺 此時衝刺可以搭配左鍵使用衝刺攻擊 攻擊路徑上的第一個逃生者 每次衝刺結束或是衝刺攻擊完 都需要進行一小段的疲勞時間 衝刺攻擊視為能力攻擊 衝刺攻擊可以破壞已經蓋下的木板和木門 哭魔的基礎代幣量為5個 簡單講的就是 第一次衝刺只能拿來加速 需要撞過一次才可以使用衝刺攻擊 這是哭魔最基本的攻擊手段 由於這個能力有著全DVD最快的移動速度 因此哭魔在玩法上更偏向尋常攻擊型 善加利用的話可以從地圖最左端一路跑到最右端 至於哭魔的衝撞攻擊技術含量相當的高 我個人覺得跟護士有得比 哭魔的衝撞判定、轉彎效率、能否甩刀、討生者走向、地圖開的如何 這些都是哭魔需要考量的東西 如果純粹只是拿來趕入 抓人時則是用平常的速度去追的話 那這隻殺手就跟垂直電局差不多 但是如果操控得好 這隻殺手有不亞於護士的恐怖程度 差就差在護士可以穿長 但哭魔不行而已 至於缺電也都是有的 操作難度太高 或是視角太低容易暈車 甚至是抽到空地或室內圖都會很酷 這些等等都是玩哭魔會遇到的問題 已經有很多玩家投入哭魔的懷抱 包括我也是 我覺得庫魔算是近期出的很好玩的一隻殺手 練起來挺有成就感的 歡迎大家一起加入庫魔這個大家庭 雙胞胎 我通常叫大媽和臭弟弟 很多人喜歡叫安妮亞和世主賽 是DVD最新的一隻殺手 能力為夏洛特和維克托 夏洛特模式下可以使用右鍵放出維克托 指示角會切換到維克托的身上 夏洛特則是站在原地無心跳無紅光 維克托的能力為飛撲 且維克托移動速度很快 按下右鍵蓄力過後 可以搭配左鍵往前方飛撲過去 撲到滿血的逃生者則是抓在他們的背上 若是半血的則是直接放倒 如果維克托攻擊失敗或是處於靜止狀態 逃生者可以主動攻擊維克托 讓他回到夏洛特身上 使用維克托時可以隨時切換回夏洛特 視角將帶回夏洛特 維克托將處於靜止狀態 靜止狀態下的維克托會讓所有靠近他的逃生者 觸發殺手直覺提示 夏洛特也能隨時切換回維克托進行攻擊 這位殺手很明顯的就是主打雙打點的打法 可以意識性的防守兩個點位 使得這個殺手更適合控場型的打法 利用維克托進行找人與攻擊 夏洛特則是視情況定點防守 是很吃大局關與自定戰術的一個殺手 操作好的話可以利用兩人的搭配一次性把節奏抓在手中 若是操作不好的話就只是白板殺手和四足賽的份 雙胞胎的能力大概就講在這 有興趣的也可以看我上一次出的最新殺手解說 那個有詳細講到這個殺手如何運作以及我的看法等等 OKOK 我的媽媽咪啊 終於講完這二隻二隻的殺手啦 當然啦每位殺手都有特殊的高端操作以及打法思考 因為篇幅關係我真的塞不下 讓各位知道每個殺手的能力以及對應玩法就先可以了啦 我之後會番外再補充每個殺手的高階技巧以及特殊流派等等 但之後再說之後再說之後再說 這四個大坑會累死我 阿然後很多人可能會說阿插件和技能的搭配呢 下一堂課的介紹技能的時候都會一併帶到放心 我會在介紹完的最後推薦二十二位殺手 適合帶的技能以及插件的配法 但我可能不會詳細介紹這些插件到底在幹嘛 因為我覺得插件還是自己體驗看看玩會更好 那麼你一定會說 阿哈奇覺得哪個殺手最強啊 以及哪個殺手最適合新手玩 我知道 哈老師都知道 我這不就來了嗎 來 圖表看下去 這些就是我的回答 你們慢慢看慢慢研究不用著急 然後上一堂課有同學說到會出作業嗎 那我們今天就來出一下好了啦 作業就是你們要選擇一位你們最喜歡遊玩 或是覺得玩得最好的殺手留言告訴我 讓我知道大家可能比較愛哪些類型的殺手 順便了解一下DVD最近的殺手生態怎麼樣 好啦 那我們就這樣 作業也都接好了齁 那以上就是這堂課的所有內容 下一堂課是殺手的技能介紹與推薦 有問題的都可以留言 想打臉的歡迎打臉我 想聽我額外講的也來 要抖內的歡迎抖下去 加會員按訂閱小鈴鐺 那我沒什麼好說的了 同學們通通給我下課 呃